家里正好还生半个包菜 晚上打算让他来做个包菜炒粉丝 旧到的食材都是家里最常鲜的 但是组合在一起 味道真的炒几包 鸡蛋煎到定型以后再炒散 包菜到油锅里翻炒一下 这个炸鸡可跟家里提鲜 最后加入鸡蛋和粉丝翻炒一下 再加生抽 蚝油和黑胡椒最调味 让调料翻炒均匀 很用感觉 鸡蛋肉很好吃 再来炒一锅新掉柠檬的蘑菇香 锅里加一点点油 现在我们不开始变色就可以转移翻过来了 口膜中间炒满汤水精华 整个调味的鸡蛋 最后它用清水打开 再远后它比较细练过 水间鸡蛋和鸡蛋 这一锅 鸡蛋和鸡蛋 再来做一锅炒香蛋的马可豆腐 带粉丝的皮鸡焯水 让口感软淡寒一碎 接着把葱姜蒜放香 加入热肉 鸡蛋和鸡蛋 加入材料 放小鸡蛋 再加一碗清水 加入豆腐和鸡蛋 加入豆腐和鸡蛋 最后用水电鸡蛋 勾锅建筑鸡鸡鸡 穿越热的杀鸡状 麻辣香香炒滚